Hello 各位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早上凌登 有空拍余音版 寫了文章 做了文章 今天主要想说些什麽呢 其中一件事就是昨天 昨天前日 看到这个无线 出了压钱 这个 这个节目名 看到这麽可爱的 肥哥哥 就是关于 相体的考虑 这件事我自己就没有看 我老虎就跟我说 他听完就跟我说这件事 我听完他说这件事 我第一句就爆出来 他就说是什麽傻的 哈哈哈哈 这些你都很相信的 当时是这样想的 刚刚在开麦前 撮好那条片出来 看看整件事发生什麽事 很简单说 肥哥哥想说他父亲 80岁 都差不多了 不如要结婚吧 三个儿子 即是他计算他 一结婚就立即结婚 结婚立即生孩子 整件事可能15个月就搞定了 所以他就不如快快地去 找个中介 其实这位哥哥 他很明显不是靠养吃饭 是靠才华 说真心 我不是觉得他很讨厌 主持人都问他 你这麽年轻 或者是配对公司 如果你去找 如果这个人是正正常 他的样子不是太差 外表是正常 不要说太不差 正常 正常工作 正常社交 他会不会主动去做这件事 如果你说 我是要 我是找不到朋友 或者因为有些人 他的工作环境下 他认识不了人 这个会有的 但是比较少 相对来说比较少 可能在整个人群里面 都不够10% 可能很少 然后 你是这样的人 假设如果你说 我加入这个 package 或者我做这个 配对女方 那 如果 我是因为内向 结识不了朋友 其实他会不会很主动去 参加这件事 这个问题是内向 这里里面含有一个逻辑缺陷 作为男士 你很想去找一个 未好的对象 是很正常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 整件事是有些缺陷的 男士就会好些 是不是 男士 因为男士去找女士 相对来说 是难一些的 认识女士 又难一些的 很多时候就自己一群 踢球 波牛 或者你做工程 或者你做一些 很难做地盘 或者你做一些 特别工程类的东西 你就难认识女士 这个是事实 没有什么机会 我觉得这边的 谋误是少一点的 逻辑的问题 但是女方那边 你要去 因为你找一个对象 你一定有要求 一定是 又漂亮些 又 又 水平 或者跟你谈得到 又思思文文 又敦口 又比较 忠诚 这些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她在女方那边 喂 我这么好的条件 其实我会不会去做这件事呢 你明不明白 整个 整个service 本身就存在了 很多风险 在里面 你说要10分 又要7分漂亮 10分 其实要7分漂亮 我都不夸张 因为你5分是正常 你说 不要说漂亮不漂亮 其实你可能说 4到7分 这些都可能是一个正常人 不用说李嘉欣 或者是 Angela Baby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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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这样的投射 好了 这个投射 这些女孩 会不会真的在这里 去找你的对象 还要说 她24岁 整件事 你一摊开盘 你明白吗 就是骗钱 就像恆子一样 你看下去 恆子骗钱 那盘就骗钱了 整件事就是这样 所以我完全不明白 首先你自己达到这一步 有些问题 自己已经分析到 不过我们当局者迷是合理的 接着我再看 为什么会令到我 觉得有一个想法想说呢 本身就没有想想说 就是因为我看完那条片 看一看条片之后 到后期呢 接着她做什么呢 找一个导师出来 导师教你狗女孩 教你怎么相处 神經病 你没相处过 你识识读到的 有病 如果读识读到的 没人离婚 接着 接着 收了几万元上课 识识识识 说真心 如果我找了两个女孩 我刚眼完 又聊天 那几万元 我给她 是不是 我也觉得 心服口服 明白嗎 而且你想想 那男孩本身 他现在的问题 未必是他人有问题 是他的生活圈子有问题 是唯一 ocur 整件事 一到听下去 就觉得 好像秀储 proving 当你赢不上钱 当你没有办法 因为你还在追跌 啊 склад账 势 arυτ 这些 他应该做不到 你чес天去找一些技术 整天去一些技术 pool 整天去找人送给你 是吗 即使是这样的 或者 임ini 也是这样的 就是,当你去炒股票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人说了技术位,或者说了一些名词,什么三花坠顶,什么鸟嘴,说这些,他觉得很厉害,他当然有些办法找到一些厉害的东西 通常真的厉害的那些,都是体量,体型,其他的那些,走什么路,什么的那些,是有机会做的,但是问题是, 第一,是时候恐明,第二,是什么呢,是你操作得到,你买不买到,你有没有相关的东西给你去买呢,就是我们最经典的例子就是,UVIX,炒VIX,知道会上升的,你有没有对的东西去买,买了之后,咦,他是跟股票起跌不关系的哦,就是股票,譬如跌啦,他都是跌的哦,他不会说有个避险在这里,这些东西里面的关系你要懂,譬如控制, 应扣证,最多人就知道是应扣证,摸一摸死你啦,走去买应扣证,就是跳楼,所以某个程度上是,应扣证是不能买的,你是很短的时间,一定要记得他是有时间值的,他是有时间值的,因为买应扣证的人,通常他会给自己一个理由,他能坐的嘛,他不像牛洪证,其实反过来,牛洪证才能坐的, 应扣证,应孤证,应扣证是不能坐的,他有时间值的,牛洪证,你不让他打扮,这样就可以了,你不让他打扮,坐到他到期了,反过来想的,但是就是这样,看完这个课程,因为你很急,我想找女儿,我已经去上堂找女儿,你明白吗,什么玩法啊,完全是不合乎逻辑的, 对不对,你说我上堂学一下,怎么会给女儿来追求我,那就另一回事了,但是这件事,没有的,有都不足够你了,就是男生的角度,当然是这样想的,但是,anyway,去到这些位置的时候,你坐下定一些,究竟自己想买什么,我想做什么,究竟我想做什么,那我就做些什么,逆向想想,我想得到什么,就是我想得到100亿,那行的,你就想想想,你怎么得到100亿,那你想想,你会发觉你得不到, 就想想想,就想想想想想,那样,就由终点到回头来想,或者逆向思维,你反过来想,整件事就会好很多,所以我看完这件事,我就觉得,好像炒股那些,就是几十万,十万,八万,收你的curs去教你炒,就是,比如现在教你五千元进来,学了一些东西,然后,到这样一刻,你赢不到钱,或者, 或者赢不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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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有些比较, 不过贵点,20万,我看是你, 我现在便宜点给你,收你两批东西, 然后又去读一下, 然后再说,是不是好一点, 是不是好一点, 不过我还有些更厉害的, 8批东西, 不过你要夹到朋友, 8批东西一个, 你夹到五个人,我才会开班, 好像很厉害, 其实,经济的东西就是这样, 都是这样, 你搞通的逻辑就好一点, Anyway,今天不是主力想说, 主力想说什么呢,就是说, 昨天呢, 就弄了那宗, 昨天本来是夜期在下跌, 气氛不是那么好, 但突然间就弄了一个社科院, 出来说了两幅被, 然后呢, 今天有第四幅被, 第四幅被是三幅被半, 为什么呢, 因为之前都说过了, 会研究这个评准基金, 评准基金说了很久很久很久, 很久的了, 不是现在才来说的, 讲了很久, 昨晚七一无神就出来说, 说, 你应该要做之前的什么, 之前买股票, 那些那些, 那些已经做了, 做了, 现在才来说那份研究报告, 是不是有病呢, 你不是因为根据那份研究报告去做这件事, 而是我决定了做, 然后我反过来叫研究机构, 麻烦你出来说那份研究报告, 这样的, 然后, 其中那边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说, 应该要设立两万亿的东西, 去做这个评准基金, 去支持股市, 总之anyway, 现在所有的政策, 就是在想, 如何要挂钱呢, 去买起股市, 其实股市呢, 就不是最大的一个, 一样东西来的, 明白吗, 赌场不是最大的, 不是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最重要的是经济, 你炒起了股市, 你现在不需要选票的嘛, 你不需要炒起股市, 你宁愿做好的经济, 推高股市, 应该这样, 你现在炒起了股市, 就变成人造浪, 是吧, 多难炒, 多难倒啊, 那些人进去了, 譬如你的股市, 譬如你的股市, 股市的样子, 这个样子, 昨天前日, 今天早上, 我说, 昨天也有说的, 昨天零固大会的时候, 我说, 我说, A股, 已经站稳十天, 站在十天线, 这样的机会去呢, 就是带动港股上去, 今天他就开始带它上去, 但是, 然后他带它上去的问题, 本来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就整单, 整单这样的评长基金, 就变成人为, 你明白吗, 他看到整件事是人为了, 相对来说, 没那么, 反而没那么好, 我自己觉得, 那现在, 他现在, 只得记得星星上十天线, 但是他都未破商, 破不了商, 商认破不了, 还未破到上去, 都不要太乐观, 所以你问我, 追不追, 今天是转了那些风向的, 他觉得是, 你买点吧, 可以买点, 买点, 因为真的形态, 有些是好了, 但是他是不是立即上去呢, 你问自己, 他是不是立即上去呢, 我们不是纳斯特克, 不要搞错, 我们是行伸指数来的, 他可不可以立即上去呢, 有没有东西, 可以立即变成25000点呢, 除了炒之外, 基本面子有没有呢, 没有的话, 你当你去到那么高, 一出财报, 这些是转回来的, 就快就出财报了, 所以这个, 我们要注意, 但是如果不管, 我只是炒技术, 炒技术就不需要理那些什么基本面子, 总之你看着他, 两斤上去, 走上去, 买, 那就OK的, 大家稍微说一下, 今天灵活豆的状态, 那, 所以整件事, 他就说, 做了一个评准基金, 大家就很刺激了, 两万亿, 两万亿的概念, 早前, 这个, 互心两市加买的, 一日的成交量, 这么多, 有几大刺激呢, 可想而知, 第一是这样, 第二是什么呢, 他里面说了一句话, 没有人说的, 他就说, 你建立这个评准基金, 是要做到, 低买, 高买, 低买高买, 他就是什么意思, 他要赚钱, 他做个评准基金不是支持你, 他要赚钱的, 现在是不是算是低位, 还是算是高位, 还是平准基金, 名字还没纳出来的, 不过我已经卖了, 到时候, 将某几个机构的传复, 纳入这个评准基金里, 那又可以的, 所以这件事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 会炒卜的时候, 那么疯狂, 但是, 整天搞些人做浪, 说真心做, 散户是, 很辛苦的, 我们最近都说了, 跟很多估计都分享这件事, 聊天都说了, 最近很多估计都问我, 特别问买楼那些, 问买楼, 今天都回答了一个, 简单分享一下, 其实我想说的是, 买楼自住就是, 你的锁住成本, 曾经有人说过, 你买什么都是锁住成本的, 你既然都知道了, 你就知道你有成本, 难道你不买东西吗, 所以其实是废话, 你必须要做, 问题是这样, 而这个成本, 很多人就说, 我这个买楼, 今天买楼, 明天买楼, 哪天买楼, 你考虑的角度就是, 跌啊, 那些价钱, 那些投资角度的问题, 但是呢, 你要知道这个住屋成本, 从第一天, 由你一出生开始, 你就天生就有这个成本了, 明白没有, 跟你一定要吃饭是一样的, 医食住行, 如果你在万方时代, 你不用医, 那吃住你一定要, 这个就是你的住屋成本, 你出生就要, 如果你继续, 譬如我说, 比我老一点的, 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才来出生, 五、六十年代, 出生, 那我当时的住屋成本就低一点, 一路去到后期就低一点, 就是, 相比起, 人生整体的住屋成本就低一点, 如果你不跟通胀交争的话, 就是低一点, 但是, 如果, 我现在才出生, 你说他的住屋成本是不是很高, 相对来跟之前比较高, 而这个住屋成本呢, 我经常跟大家说, 我们人生呢, 你看似是累積, 其实你人生呢, 是在減压的, 你的人生呢, 每一天都是在倒数的, 你不是正向跌加, 你是向后倒数的, 你每一天, 你为什么这个概念, 因为, 这个前提就是, 你想这件事是怎么想的, 你的前提就是, 你人生必有一死, 除非你永恒不死, 你才是跌加, 只要你一定会死的话, 你就由死那天, 可以做到多少的事情呢, 你就每天在減压, 你吃一碗饭, 譬如你吃一百万碗饭, 那意思是, 你今天再吃一碗, 那你就就是, 減了一, 一百万减一, 每天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这个住屋成本, 就是你的命运, 你里面是这么多, 就是这么多, 你这么多的时候, 你怎么封锁它呢, 有很多人你未知的, 很多东西你看到它就知道, 你2018年, 2019年, 我们从来这一角度, 似乎经济和楼价, 不是很匹配, 我们都经常说, 买房子, 入息中位数, 就在中间收到百分比, 去到哪里呢, 那里你就要注意的了, 那楼市应该是过高的了, 那过高就一定会有些回调, 或者它站在那里, 或者它上网空间不够, 但是去到那天的时候, 你会不会想到今天有COVID, 你会不会想到这些事情发生呢, 你根本没有可能想到这些事情发生, 你走来说下去都是马后跑, 是不是, 我们经常说, 要看一个思路, 你的思路往哪方向走, 如果你对了, 但是你只不过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coincident, 什么都好, 被你中了, 都只不过是对号入座而已, 你不是真的, 那思路是, 找到一个逻辑想下去, 你怎么会知道呢, 是不是, COVID, 不知道的, 是不是, 这个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你不会知道发生2019年的事件, 是不是, 那一刻你做不做, 这些事情你是很肯定的, 你是不会知道的, 那你就以你已知的事情去想, 是不是, 就是你说, 譬如我现在站在那里, 可能30年后, 地球就毁灭了, 那你是不是不用吃了, 还是你现在自己毁灭了, 那个思想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去到这些位置, 你当时去做, 你又不能够笑别人, 是不是, 自住他一定要自住的, 你有多少个人是可以, 够僵, 卖了自己的层樓, 然后走去租屋, 然后扔呢, 如果他, 如果一整套东西, 你不懂得去运用, 你卖了那层樓, 不停烧那些租屋钱, 我以前认识很多个人是这样的了, 没有办法上车, 那你怎么办呢, 所以你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就要想我做不做这件事, 等于一件事, 我经常说的, 你买收息股, 你就不要, 你买收息股, 你就不要再炒收息股, 是不是, 那你说, 如果你要做一些邓运, 邓出的, 邓出的, OK, 但你的把握, 你自己掌握到的问题是可以的, 所以你, 你买房子这个住屋成本, 必然是你的, 所以你是想, 譬如我是要300万的, 那我就300万, 你就这样想, 如果我现在去买房子, 有些人说, 之后楼价格会再跌, 那问题是, 我都要住的嘛, 那你如果说, 我有办法去估得到很多东西, 我估得到租金, 估得到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 之后未来有发展, 那我没有办法, 那你可以是这样说的, 但你要先计算一下, 但是如果我现在, 譬如举一个例子, 你现在去, 假设我楼价再跌成本, 两成, 好吗? 再跌两成, 那我现在买房子, 再跌两成, 那这个两成, 下跌的两成, 下跌的两成, 就是你的住屋成本, 就是你现在这两年的住屋成本, 如果你住屋的成本, 是少过这个两成的, 你可以考虑, 但是你七除八扣之后, 其实你省到的钱, 是几个百分比的, 你这个几个百分比的风险日价, 值不值得放下去? 你要问自己这个问题, 我值不值得放下去? 是否到时候, 我一定买回这个靓盘, 到时候就买回这一样东西, 是否可以做得到? 明白吗?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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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说如果, 如果我说, 假设如果我将来, 跌了去两成, 跌了两成, 然后, 什么时候的楼市, 那些楼市都是这样, 跌了下去, 跌的时候很悲观, 升的时候你就很happy, 跟股市一样, 但是, 你要用一个时间的围度去考虑的时候, 如果他也是会上去那些位置的, 那, 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害怕呢? 再扣除你的小好成本, 因为你必须要消耗的, 这个是一叠数来的, 你自己要去计算的, 每个人的situation都有些不同, 所以这个是, 你想的方向就是, 你是想, 我是买这一层楼, 是, 反过来想, 我现在给了下去, 譬如我, Let's say 买一层楼, 600万, 算息, 八百万,900万, 如果这层楼, 我是赶住三十年的, 即是我不搬, 我什么都不搞, 先是这样想, 那就是, 三十年了, 那你三年就除, 除九百万, 三匹东西, 三匹东西都没有, 两匹多东西, 是不是? 那你每个月, 就是两匹多东西, 那如果我这一刻, 两匹多东西, 我顶得住, 我出去租屋, 怎么都要万几两万元, 是不是? 就是, 我可能加上管理费, 差响可能会高一点, 但是呢, 问题是, 到你, 反过来, 我那层楼, 如果我是租楼的话, 我要租三十年, 我永远都不买楼, 我租三十年, 那我一定要考虑一个问题, 就是, 通胀是否我老友, 如果不是我老友, 去升的话, 或者又穿越这些加加监色周期, 你就会越来越高, 但是, 你买楼呢, 你的风险就少了, 你的管理费会高, 差响有限, 是不是? 维修费, 多数都包了到管理费那里, 但是, 都有可能的, 你可以算, 如果越前维修, 当然会比较高一点, 但这个你就比较难, 百分百分百分地掌握, 是不是? 整件事就是这样的, 而我买了一层楼, 我现在封锁了我的食本门, 就在这个位置, 当我觉得值得,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就安全了, 而, 但是我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一个, 一个期盼, 假如, 我真是幸运在这个低位, 而层楼真的升了, 那我的住屋成本就, 变相是减少了, 是不是? 变相就是减少了, 这个是, 你从很多角度的思考, 去想一下, 究竟我人生的逻辑是怎样, 不是说, 不是单一方面, 只是说去买楼, 好像很多的, 很多东西都是, 通常圈掩的, 都是赚钱, 投资, 多少, 通常都是这样, 但是他人生不是这样, 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去, 重新去想过, 究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 今天不是说这件事, 主要就是, 说多了, 我先看看, 我想说什么呢, 是这个, 我就是想说这件事, 这件事我说了很久了, 为什么我又说呢, 有人跟我争吵, 就是, 有没有放水啊, 有没有帮,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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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效啊, 今天呢, 美市那里, 这个就跌下来, 缩一点, 缩一点的原因, 其中一件事, 他们的操作, 其实已经用了一大部分的了, 一大部分的了, 这样, 所以这样, 可能有些, 咦, 你用了还是这样的,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似乎, 就令到A股稍微缩了, 好了, 他主要呢, 就做了两大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设立这个, 回购, 增持债贷款的一个机制, 首期, 三千亿, 三千亿, 你记住是三千亿, 就是, 早前的恒指, 都差不多成交了, 几乎有一天, 六千多亿的时候, 刚好就中了, 接着第二个, 就是这个, 复杂到不复杂的, 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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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件事就是这样, 他说, 这边说, 两千亿, 用了, total是五千亿的, 接着可以, 再做, 我实际上想说, 这两件事, 究竟是会什么事, 再重新再说一次, 这里说, 有二十一件事, 二十一条贸理, 可以, 合乎他的贷款条件, 还要自己背着风险, 然后, 原则上的利率, 不会高过2.25, 我当时也说, 唯一的好处就是, 低一点, 利率会低一点, 做什么呢, 就是专款专用, 专款专用, 借这块钱, 就是自己做这件事, 封闭运行, 就像港股通那样, 港股通买完这只股票, 你卖完之后, 又经港股通的渠道, 拿回钱, 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呢, 接着他就说, 你可以去做什么呢, 你拿这些资产, 这些抵押, 抵押完了, 他不是抵押, 他是买, 换做国债, 用国债, 再去做一个抵押, 不理他用什么途径, 总之他就是换了一个, 高流通性一点的东西, 可以让他借钱, 主要是这样的考虑, 然后借钱回来, 做什么呢, 做一个, 股票回购增持贷款, 应该是这样说, 股票回购增持贷款, 这样, 这些钱就不得流入股市, 这些钱, 不是用来炒股的, 你不要想着用3000亿呢, 我是用来炒股的, 不是的, 是我增持股票, 那我当日, 上一条片我们讲的, 上星期那条片我们讲的, 我增持股票, 然后我是注销, 那, 我问一下你了, 那些钱我借回来的嘛, 是吧, 那现在我把那些钱呢, 就和股价呢, 就, 就挂了欧的, 那, 我们经常说的, 买股票, 大家是以为股票和业绩有关, 我没有意思的, 其实业绩生意呢, 和股价呢, 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基本上你可以说是零关系的, 是吧, 我可以赚你一千万, 但是你的股票呢, 外面流通量一百股, 但是有交入九股, 是没有人沽的, 又没有人买的, 那外面又没有人肯买的, 我有一股, 然后我中间那一股, 设定是零点一, 扔下去, 下面有贸易, 哦,接了, 那你的股票就是零点一, 你的支撑就全部有, 有多少就成零点一, 是不是, 这个就是这样, 那个关系是这样的, 业绩只不过是经人家吹嘘, 在那里讲解, 或者圈掩, 最后就令到, 他好像挂钩, 然后变成了有一个价值, 是不是, 但是他们是没有绝对关系, 随时可以改变, 你从什么可以看到, 你微信里股就可以了, 是不是, 早前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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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这样操作, 只是说, 这个, 所以, 你要明白就是, 现在, 我现在将我借了那笔钱, 和我的, 股票, 挂了勾, 有些, 看见你这样, 你买人, 我就不断沽, 汇丰就是这样, 汇丰一说回购, 底部, 炒上去, 炒高, 一直不肯跌, 炒高到你回购, 就跌下来, 多少次啊, 老股问清楚了, 是不是, 就是这样, 可以这样做, 那这件事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认为不是, 但是, 我们经常说, 炒股票就是预期, 正如股价和业绩就是预期, 中间的关系就是预期, 就是预期, 那你预期它好, 就可以了, 我经常说, 你不要预期自己预期的东西, 预期别人的东西, 应该是预判你的预判, 就是这样的, 应该正常是这样的, 然后, 他一直说, 会一路再借, 但也说了, 已经走了一部分, 走了一部分, 你都看见, 其实都不是很有气息, 第一是这样, 还有, 现在我把debt, 我掛了debt, 我怎样去还呢, 我是不是不用还呢, 还是等收息去还呢, 一般公司是收六七利息, 高的那些, 就是六七利息, 你这样算, 我要几时, 才还得到钱呢, 喂, 我收六七利息, 我还要给息, 六七利息减2.5, 本身七利息, 要靠10%, 20%, 还要再减2.5, 实际上, 我有多少钱呢, 整件事就是, 做什么呢, 不知道, 你觉得好就好, 我觉得就好, 我看不到, 第二件事, 这件, 什么SFIS, ISF, 这样, 这件事呢, 就是怎样呢, 就说到这里就可以了, 几间公司, 就是这些, 证券, 基金, 保险公司, 会换便利, 大家经常说, 会换便利, 可以, 不停地做, 五千亿, 五千亿, 几千亿都可以, 尽管银行有钱, 借给你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 是一个window,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可能, 真的有需要去救的时候, 他不用自己扔钱, 明白吗, 这件事就是我说的, 他加大杠杆, 以前是在做去杠杆, 现在反而反而, 给你做加大杠杆, 而且还有高流动性, 高波动性, 高流动性的东西, 上面做杠杆, 逻辑就是这样, 是不是, 我告诉你是哪个部门, 然后, 你是在拿什么呢, 最重要你是看他的抵押品是什么, 他的抵押品是包括债券, 这些债券是哪里的债券, 自己想一下, 债券是, 多数是城投债, 专行债, 国债, 我们的, 外资债有限, 为什么呢, 我们的, 我们的, 外汇储备, 所谓三万亿, 你可以想到, 你的外资的债有多少, 要么你在表外就看不到, 表内就想到有限的, 不会很多的, 所以你主力都是自己的债, 自己的债, 你知道那些专项债, 什么地方债, 盛投债, 你知道什么水平, 然后, 股票ETF, 即是你在A股, A股, B股, C股, 或者什么股, 那些股股里面看到的, 那些ETF, 大家知道, 这个护心三百就很普通, 公务的RIS, 还有RIS, RIS等于什么呢, 就是拿了层楼, 底褲都拿出来, 然后可以给你做一个, 质押品, 然后拿了资金之后, 他叫你做什么呢, 只能, 不是只能回味, 只能投向资本市场, 用于股票, ETF, 以及股票, 以及股票EDF的投资, 难听一点, 你基本上没有出去, 那些钱, 也没有什么对冲的东西可以做, 没有反向的东西可以做, 你是连Hedging都做不到的, 借了这笔钱, 我问你了, 拆件仓就是这样 拆仓是不是由顶部拆下来 拆就轰轰的卖出去 这就叫拆仓 我想问一下 我本来有的 还要是什么 本来都有现金有钱的保险公司 基金自己拿自己的基金去 基金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不知道 也知道 但问题是他如何去做到 封锁到那个风险 如果你一塌,或者是否看到外资持有我们的股份,或是持有我们的资产的东西,不是那么多了 没有人扔,因为外资你控制不了它,没有人扔,那就安全了,所以你现在来做 OK的,都可以帮忙维护,整件事就是,这个就是托市A,这个是托市B 然后托市,你想想背后的环境就是,不是平准基金,不是我找一件东西拿钱出来给你 而是我叫你,指你去大麻城借钱,去大麻城借钱,借完钱之后呢 再走进来,赌场A,赌场B,赌场C那里,下注 整件事是这样的,你觉得不对的,就告诉我,它怎样不对 所以我是说,如果你还认为政策在做的事情,它是在做刺激的 没错,它任何事都没错,但是它没有风险那边 我们就说风险那边,风险那边就是这样,它存在了这个风险 但是不要紧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国家 国家说得,我们就要相信它,就跟它做 所以这个故事升了,我们就跟它升,就这样就行了 嗯,这个是,其实我今天主要是想说这件事,就是说出来 它究竟好不好呢,有什么问题呢,很简单就说一下,灵户大户 灵户大户就在,平常在Patreon,不是Patreon 在我们TG Group说的,今天就在这里简单说的 那灵户大户呢,今天看到什么呢,就是,嗯,今天升的 那整件事呢,是,无论你怎样升都好,三个时段,特别是最后两个半钟头 二八零零,三零三三,灵户大户,都是这样沽的 就是你升,托给它沽的,已经不是第一天了 你见到它升,你明明,整天都有一句行头话,俗语就是 大户派的,越派越高的嘛,是吧 那,因为它引你上去嘛,所以它引你上去,它是在派的 那你会不会去到顶部,它派了,也有人接了呢,那当然啦 有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的嘛,但是它现在在做这样的 但是呢,有一个另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咦,它还没加沽的,就是它又没什么加沽的 反而呢,这个九黄指标呢,就是这样加沽的 那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是,它还没升旧,它还在派的 所以我们接着来观察什么呢,就是观察它什么时候加沽 它开始转弯加沽,我们已经看过是有这个独立的 有这个情况,就是它不会一次过做了这些向上派的状态 但是,去到一家澳呢,就开始小心了 那我也不敢说,就是这一两天啦 昨天突然间出这些东西,我想它都措手不及的,都不知道的 所以它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啦,本来今天还想分享一些股票啊 买债黄金啊,算了,今天不太长了,三十几分钟不说了 下个星期有机会就说了,今天就分享了些股票的 我们分享了些什么呢 我不说了,我简单点在那里描一下它 等一下 吉利,吉利说了为什么,我不是叫你买 吉利说了长城可以做个平替,你不最吉利是想想长城有没有机会 波斯登,波斯登都有的,这里有文字你可以自己摸一下 那九六五今天已经爆上去,心动就似乎都跟上去了 那七七二啦,都是爆上去了,都有机会爆上去 这些样子都是那些,升穿五十天线,五天线呢,准备咬上去的那些样子 我不敢担保它一定升,如果是假的,就是骗钱呢 因为骗钱呢,翌日呢,它会扔回来 一扔,出阴烛,穿回前阵的底线,麻烦你立即走 穿五天线,立即走 现在呢,是火中翠律,是短炒,就是用短炒的角度去看 就算它真的大升也好,又是这样急升,就不会保持住了 上顶玩完了,如果它是真的升,它会慢慢慢慢慢慢 会走一个什么走势呢,我们经常说的B5走势 但是会不会在这个位置转头就这样做呢 out of 我的认知,我没说没可能 这个世界上有没有UFO,我认为有,不过我没有见过UFO是怎样的 也是out of 我的认知,但我不可以否决它,有可能发生的 这只又是夹了上去的,中国再暴险,这只弱点 不过这只我跟大家说了,这只预期就是 分批买的,分批买的,它是比较弱的 然后它也都可能不是时候 它的股权集中是非常非常非常之高的 所以这里可以留意后期有没有机会咬上去 1896就在赔回减,七个多就不算低 但是这只是神经刀 它一升,你又不知为什么要升 所以这个就要注意一下,采用下方买的方式 这样和9633一样 这只不是短炒,这两只都不是想短炒的 中线部署先点多 1789都是,都是中线部署 后面这三只都是这样 今天就说到这里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钟仔,选择全部,分享一些影片 多谢大家,多了一些估计 加入我们的Patreon 我们的Patreon是80元一个月 每日早上我们都会讲一些 讲一个大事 如果适宜选股的时候,我们就会选股 有时不适宜选股,我就会不讲 因为这样,没理由坦白下去 多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加入我们的Patreon 可以加入我们TG Group 多谢大家,再见,拜拜